台湾人爱吃锅 但太常吃锅 恐会不知不觉增加体内结实成分 有秘尿科医师说 火锅中熬煮的蔬菜 菜叶类会溶解草酸到汤中 增加汤中草酸浓度 火锅汤中的肉 大骨汤 海鲜等会增加汤中普林的浓度 因此大量频繁饮用火锅的汤 无疑是增加体内结实的成分 因而增加结实可能 那我们就吃东西就很喜欢 哎 围炉嘛 那么吃个火锅 那我们知道火锅里面 不是肉就是菜 对不对 那有很多的这个成品 我们就不论了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它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 但是大别来讲的话 蔬菜 我们知道是含绿叶的这个蔬菜 特别含这个草酸比较多 那那个肉类因为它里头有血啊 有这个内脏 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含这个普林比较多 那我们知道普林到了我们体内啊 它就会代谢成一个中端产物就是尿酸 这个尿酸过饱和的时候 或者是它排到尿液里面去的话 它有机会就形成了这个尿酸的结晶体 那就结石就因而形成了 那我们知道在火锅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锅里面用水去煮 那不只我们在家里也许就很简单的用水去煮 那在外面吃的多半它会告诉你这是高汤 你那个干掉以后你要不要再加一点高汤 继继续吃你的火锅物 那所以呢 它那个高汤里面也是大骨所做的 那所以里面呢也是富含了很多的这个普林的这个机会 那而且你一锅又一锅的这样子干了又加干了又加 那越来越浓缩 这个浓度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啊我们这边讲了就是吃火锅可以啊 但是呢我们就少吃它里面的汤 我们知道它煮汤煮汤 就是把我们的食物 就是包括肉啊海鲜啊蔬菜啊 这个配合起来的话煮出来的汤特别的甜美 那但是我们汤水也都不能多喝 你可以浅尝一下 那食物因为它已经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你吃食物还好 那如果你大量的喝这个汤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加速你这一个代谢性的这些产物 就是尿酸结石的可能了 医师门诊发现 49岁王先生每周吃火锅两到三次 某天突然感觉右侧腰部酸痛 更出现血尿症状 检查发现是圣解石惹祸 这才赶紧治疗改善 它有高血压痛风 以及这个糖尿病 这个病史 那所以很显然呢 它是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的 那腌料的话可以看到 这个尿液里面有不少的这个结晶体 这是料酸的结晶体 那么 插云坡发现 它这个输尿管的末端 有一颗0.8公分的这个结石 同时河边有这个生积水 那表示它有阻塞 那同时在参与底下也可以看到 两侧的肾脏都有结石 所以这个很显然的 这个跟体质 饮食 这是非常有相关性 那这个为了要解除它这个阻塞 那么我们知道塑料管结石 就是越早解除是越好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给它做了 塑料管结石 那并 同时呢也放了一个双阶管在里面 那解除它的这个塑料管的阻塞 那这样子生脏的这个功能呢 就不会继续的坏下去 这个是我们看到它在超音波底下 它右边的生脏有明显的胜移扩大 那这个就代表了 这个塑料管有阻塞 小便排不出去 造成的这个 收集系统的扩大 这个我们就叫做 肾水种 或者是肾脊水 那它旁边也有看到一颗 0.5公分的结石 一个小小的结石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右侧塑料管末端 有一颗比较会阻塞的结石 就距离膀胱不远的地方产生阻塞 那所以在内视镜检释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结石引起的局部的反应 造成这个冲血以及水种的这个塑料管口 这个跟左侧它的对侧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那进到这个塑料管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个石头了 这个石头是黄色的不规则表面的这个结石 我们很快就给它用雷射给它击碎 这个是雷射光 绿色的 那之后我们放了一条双阶管 就是这一条就是塑料管导管 它的目的呢就是解除这个塑料管的阻塞 我们可以把这个肾脏里面积成的这个小便呢 及早给它引导到膀胱来 那这样子的话 肾脏的这个压力就会降低 把肾脏功能才会复合 那这个是疏后我们可以造的X光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阶管放的位置是相当的理想 事实上在这个X光底下 并没有看到任何钙化性的结石 因为我们知道尿酸结石 它不含钙 所以在X光底下它是通透的 那虽然它超音波里面看到两侧肾脏都有结石 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使用火锅时多吃料少喝汤 同时多喝水是所有结石最有效的预防方式 有通风病试者注意避免高普林的食物 例如红肉海鲜豆类等 并应定期追踪控制鸟酸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